大家好,歡迎收聽網向編輯的節目 今天錄節目日子是2020年12月13日 烈陽岸新西蘭,耶澤台洋,還有在澳洲的珍B市 你好,我好,大家好,才是珍迪好 還有馬來西亞的馬來近 各位,我好 希望各位點讚、訂閱和分享 同時也可以大家多點留言交流一下 繼續壯大衝壓模式力量 好了,今節回來跟大家講一下 引渡現在發生什麼事,好嗎? 其實不是應該說是從第三方角度去評判印度 就是來自這個,大家知道 新加坡海峽時報 其實對於亞太經濟都分析得很準 他印度裔的副總編叫Rikim Karbona 不要笑這個名字 其實他就說 作為一個印度裔 其實他就分析了一個殘酷的事實 就是人口差不多的印度經過了這麼多年 為什麼還是數據整體落後於中國大陸呢? 大家記住 有一條數,應該不是一條數,是很多數 L.D.黃人經常說 印度人民珠很快超過大陸 其實用三十年時間證明了這個說法是錯的 大家知道1990年代初 全球最大的兩個人口大國 其實經濟能力都差不多 其實中國和印度是奇古相當的 但是經過了三十年之後 雖然印度國內的媒體 大家知道他們的媒體其實就賣民族盛水 他說中國 他倒轉了來說 中國再過幾十年都追不上印度 他倒轉了 殘酷的現實 今時今日殘酷的現實就是 任何統計都顯示 大陸經濟各個方面都強於印度 其實大家都知道 但是他們國內居然說 中國幾十年才追不上 事實都可以倒轉來說 真可笑 但是這位印度裔的副總編 叫做Kanan 簡稱Kanan 其實他就說 其實有幾個問題 第一就是改革性質和體制、醫療、教育 都是印度落後的最大原因 根據IMF 國際貨幣基金估計 2020年中國大陸GDP 就是國內生產總值 就達到14.86兆美金 印度就是2.59兆美金 差距有5.7倍 有多 但是中國人口 就是略略對於印度 現在中國人口大概是14億 印度大概是13億5千萬 其實這麽大差距 其實不是人口紅利可以解釋到的 大家都說 老實說 中國沒有人口紅利 印度人口的確還在上升 中國人口上升是慢了 這個事實 但是 我們 這些都是這幾年的事情 但是為什麽二十幾三十年 黃人所說的有民主體制的印度 是追不到中國 其實我都說過數據 其實兩國共同都協助了十億人脫貧 但是中國是佔了這十億人的四分之三 大概7.5億人脫貧 其實這位Karam先生說 中國在1978年就開始以市場為主導的改革開放 但是印度其實是遲了十幾年 其實都是一個優勢 但是還有很多因素 但是你們經常說 印度有民主 應該印度好些 他就說 首先改革本身就存在差異 而中國大陸從何改革後 就持續不斷化 但是印度的改革就缺乏了延續性和全局觀 除了1991年廢除許可證 開放外資等做法 一齊見到 那時候一齊見到成效 其他都是陳善可佛 佛善可陳 佛善可陳 不好意思 成語不好 印度就是1991年開始 好些 但是改革都不同 中國是由農業開始 允許農民對財產有更大控制權 農民有更加強的議價能力 農產品有更好的價格 除了提高了生活水平 都累積了原始資本 有些人叫初步資本 還有最大的偉大支柱 就是釋出了很多勞動力 那些勞動力大家知道 就流向第二產業 第三產業 就是工業和服務業 印度當時都是開放外資 但是保護還是有的 還有避開了農業 反而到此全國還有五成人 就業都是第一產業 即是農業 五成人 其實深刻來說 印度嚴格來說 都是還有一個農業 因為一半人左右是從事農業的 就算莫迪大哥經常說 我會代替中國 成為世界工廠 但是我們之前也說過 其實這句話也是有少少假大空 但是你也看不出它怎麼落實 即是又用一些民粹 改民粹的時候 就夾著民粹改一些東西 但是最後是 好像現在這樣 問題很多 還有這位先生 中國體制 有些人覺得是全爭議 但是你不可以否認 政府在很多地方 是更加有力和更有效的調控 和在經濟自由化 經濟特區方面 是看到很大的彈性和創新 大家知道深圳 印度 你說有沒有城市可以超過深圳 其實這位先生覺得 就有些暫時還沒見到 即創新的 有些人說 印度很多IT 事實上是人多做 但是整個產業 你說是否大家扶持很大 我就覺得 印度的IT業主要是受惠於他們的語言 和西方社會的英語都是通 還有主要都是集中一兩個大城市 其他大部分其他地區都是以農業為主 是的 所以真的IT產業是很大 但是都是要依靠西方給他們才做 是的 還有中國持續在教育 提高這個識字率 還有這個隨盲率 就是叫做 民盲 是的 但是今時今日 大家知道其實印度還有很多人是不識字的 雖然你說他曾經有英語優勢 但是他不識字的人都是很多很多的 還有中國長期以來擁有印度缺乏的全面醫療網絡 以及公共衛生 這個真是麻煩 在印度基本上看不到 因為我也說過 其實我有朋友就是不小心喝了一口水喉水 就瘋了 是的 我的媽媽都不認得 是的 之前英元幫運動會也是 就是那些宿舍弄那麼弄 那些食水問題令到很多國家的運動員被割了 因為不相信他們的食水 另外一件事就是 印度真的我想過一百年追不到 就是女性的教育程度 是 這個是一個傳統的問題 其實他們 你看印度那麼多的對女性的犯罪 很多 大家知道不用說了 全世界最出名的 無日無之 無日無之 還有對女性的尊重 大家知道這個真的一百年追不到她說得對 因為他們的宗教和文化的 這麼多年養成的文化環境 是很難辦到的 她覺得 還有她 這位先生還說 其實許多外資 對中印的營商環境 覺得最大的差異是基建 不用說了 這個也是 中國給多少錢 起高鐵 鐵路網 還有公路網 機場 各方面 印度都有 但是 決心沒有中國大 還有 投資也是 現在都很大 但是 這個領域跑了太多年了 中國她都指出 這個我相信是印度本身 他們自己的制度問題 因為印度是民主大國 每一個州都是各自為政的 那你說要統籌一個 一個全國統籌性的基建 可以說是極之困難 因為每個地方他們都有自己的議會 所以你要通過一些議會立法 當然要遞上議程 又要通過一大輪的辯論 通過了之後 這樣搞來搞去 不知搞幾年 搞了多少日子才可以 所以有很多基建 就是全國性的基建 基本上是 佛線可塵 這麼久以來 是 其實她還指出 其實這十幾年 中國高速經濟成長 之後更加大搞基建 令它更是一個良性的 循環到經濟 這方面印度是有點慢 還有一件事 就是剛才說 印度至今都還沒有解決農業問題的困擾 幾十萬人 因為莫迪三種農業改革法 三種農業改革法 從十一月的下旬 我們都說過 走上街頭抗議 現在還加上其他的學生 卡車司機 還有其他工人 搞大罷工 大概2.5億人要罷工和示威 其實這個改革法案是取消最低的保障價格制度 莫迪就說 會幫助農民 免除批發商和零售商的莫薩 直接面對市場 取得更加好的價格 但農民覺得其實莫迪是幫助外資或大商家 取消最低價格 反而令市場更加傾向這些財雄世代的外資或本地的大商家 還有當然印度最嚴重的是 背體和莫迪是連一起 就是搞民族主義 又有新鮮滾意的新聞 其實大家知道 iPhone的代工廠 偉創在印度開廠 疑似有勞資糾紛 搞到有活動 偉創澄清了不是罷工事件 那些鬧事人都不是非員工 但是外媒抱一個態度 是不是真的 因為其實印度很怕別人覺得 他們的工人經常搞罷工 因為其實它的優勢 就是人工比中國便宜 現在就是 據印度時報說 台灣的科技公司偉創 就在印度的 這裏有iPhone的工廠 其實12日在Twitter傳出了很多照片 就是大概2000名員工 不滿人家身 其實它的薪水一再調低 所以要引發暴力示威 其實抗議工人 除了扔爛公司的傢俬 還有 那些車子都設定了 其實就是這樣 投資者很害怕 你這樣做 沒錯 其實目前 那些車子就知道 目前警方已經 到了那裏 維持秩序 不過 偉創澄清這件事 不是罷工 是一些犯罪事件 是外面那些 非工廠的工人做的 他就說 當地治安長期不佳 令廠房成為 當地歹徒的目標 外面的人經常走到公司裡搗亂 而不是員工 就算怎樣也好 其實他就很怕是 說他的員工 搞勞資糾紛 怕趕走外資 但是你想一想 就算好像他這樣說 當他說的是事實 其實治安都是一般的 你看看中國現在這麼多監控 搞事、犯罪率是低的 你現在這樣其實 令到投資者是有些不安的 就是比起30年前 30年前 中國先以廣州為例 都出名是 治安都是比較差的地方 深圳都是 反觀看現在30年後 都好像原地踏步一樣 現在我們經常都說 現在的匪徒 回到以前的打劫 其實這幾年 其實那些黑暴 激發了一批人的魔性 有膽出來犯罪 作惡 而且你知道 本來政府本來很深 打算弄些天眼 他們又弄壞了 打爛了 就是這樣 是吧 其實在推特流出來的影片 就是一個目擊者 看到有民眾破壞了工廠 但是有玻璃和大門 那部車被人推倒了 那辦公室都被人打到明明白冷 不過 委創台北就表示 目前都是只有部分辦公室租到營毀 主要生產線和倉庫還未受損 其實委創還說 這些人全部不是工廠的工人 是外面的人 但是那些車也犯得多 其實消息指 這些抗議事件是因為 台資公司客購工資 原來公司承諾了 給這個機電系的大學畢業生 大概是2.1萬奴比 現在沒有按承諾是1.6萬奴比 而且這幾個月還降到1.2萬奴比 不是機電系畢業的 還縮到只剩下8千奴比 我不知道8千奴比 但是大概是多少錢 每月的新水 其實一直降降降降 還可能繼續降 令他們很憤怒 8千奴比 我剛剛算了152元新西蘭紙 如果算美金的話 我猜100元 108元 108元 哇,真慘 整個月啊,大哥 剛才是帶學生 其實工人 11號晚上就討論新資 原來有些工人還慘 拿500元奴比 哇,很無量啊 我覺得 所以有些人說 原來只有500元 就是群情激憤 那些人衝去殖班室抗議 搞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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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搞 一萬人提供就業 而且還在印度政府補助下得到43英畝的土地 主要是生產平價的智能手機就是iPhone SE 有些人說iPhone搬到印度 其實是搬了低端東西去的 大家都知道7月份的時候 Tim Cook 應該不是說 是蘋果選擇了直接代工廠 本來它的代工廠是紅海物 現在它自己有間廠 是放在中國的 就是大陸首家iPhone自己的代工廠 其實是蘋果對大陸是投下信心的一票 所以其實那些人說 大陸有沒有設廠是有的 但是在一些比較低端一點 高端的始終 因為其實經過了30年的改革開放 其實中國工人和整個國家的產業鏈各向配套 十分成熟 其實你說簽是一件比較難的事 沒有那麼快 你說可不可以可以 但是都是沒有那麼快 有些較低端的就可以簽出 例如好像做衣服 做衣服很多 最好去了孟加拉 甚至非洲印尼 印尼 成本可以控制好一點 但那些產業都是 大家去看看 其實那些產業的質素 跟原本我們在買的中國貨都是差一點 粗糙一點 這個也是事實 粗糙一點 因為這麼多年累積 其實這樣說 連組織 難道戴M會比組織更厲害嗎 說中國會怎樣 會爆死了 其實我覺得 應該他們 他們 他們 可以 見上帝的時候 我想中國還是沒有爆的 他那個爆那個理解 我是 可能他們 未真是理解 究竟什麼為之爆了 好像印度現在差 經濟落後於中國五倍的 都不是一直這樣生存 都還沒有死 只不過是 很窮 就是很多人 大部分人都很窮 主要不懂賤人 但是人道實在 是啊 既然你這麼差都不會爆了 你說中國 中國的底現在這麼厚 你說會不會爆呢 那我真是 我真是想不明白了 沒錯 剛才我們分析的就是 就是為什麼經過了30年 中國的經濟成績 是引到的5.7倍 就是很多原因 之前我們都說過總盛制度 還有就是這個影子銀行體系 問題都尚算多的 就是莫迪 你說將來印度變成 怎麼會比中國好 我不知道 但是 莫迪先生看上去就 有一點點自大了一點 越搞越禍 是 這些夹著民水上的 領導人都差不多了 好 今次節目時間差不多 多謝大家 拜拜 拜拜 拜拜